欢迎收看香港美食 我是小乐 新点来尝鲜 吃货 不采雷 导演 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大补的东西 这么贵吗 甲鱼 还真的不便宜 你觉得会 怎么说 这个甲鱼 虽然现在我们说 这个市场价 已经没有原来那么贵了 百十块钱带有吧 没有 几十块钱带有吧 没有 几块钱带有吧 这让你说对 给你六块钱 六块钱能吃甲鱼吗 六块钱 我觉得甲鱼蛋也吃不了吧 带这么大吧 相信是吧 不相信 六块钱吃甲鱼 导演在这儿缺人的吧 电视机前的您相信吗 你觉得甲鱼现在贵不贵 印象中感觉甲鱼应该挺贵的 应该挺贵的 挺贵的 几块钱吃甲鱼你信吗 这属于八字 内心深刻的那种质疑 不可能 对 为什么 因为感觉 我们的甲鱼没那么便宜 你觉得甲鱼平常是啥价格 一百多一斤 你说野生的贵 对啊 我们觉得一只甲鱼很贵 但是说 它这儿有一个特价的这个特别好 二十多块钱就能吃甲鱼了 是新鲜的吗 活得在这儿了 我们自己让它吃 对 我们自己这儿 让它吃 让它拿来 这儿最便宜的甲鱼也是二十六块钱一斤 六块钱能吃到个啥呀 我们再问问大家都点的啥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线索 甲鱼好吃啊 这个今天我们没点辣的 就有点卤香的那种味儿 女孩嘛 都想着美嘛 然后还不服务 女孩也吃不过来上菜 那肯定啊 裙编呢 比较谈嘛 这个鱼泡我觉得挺好吃的 能得过 我觉得也不错 我们就是点了嘛 自己点了几样然后拼的 上一次我们点了是 可以下点米饭 就最后可以包成那种米 就可以涮菜 对对对 我们自己在鸭肉红烧一下 或者炖个汤什么 但是它这种用砂锅包出来 然后是那种 酱香型的 这种比那个平时咱们吃的 传统的那种吃法要好吃 等你来说 他加那个甲鱼的性价比的 还行 我们几个人点了 那锅美酒200多 然后我们家里有一些东西 大家以前老是感觉 是比较高档的食材 但是现在都和这个鸡肉的 加个鸡蛋糕吃平了 所以说大家能都能吃到这些东西 咱们平常补点是吧 对对 我不像米饭区别人 我不用补 但是我就吃到了味道 酱香味失足 然后带点微微的那种蓝 比较符合在河南市的味道 他这家屋在武汉我吃过 在南河南 原本信仰甲鱼 后线后懒 然后吃不管 这个味道非常好 然后其实点的有鸡子 牛圆 还有鱼肚 这个甲鱼好感觉 口感很好 特别嫩 咱们丢了特别入味 抖动着的那个胶原蛋白 对 其实很多人吃甲鱼 都会说这个里面 会有点腥味 可能吃的时候有腥味 没有 一点腥味也没有 过来点有牛仔骨 红瓜 甲鱼 鸡子 都有 全是补品 你还需要吗 不需要 你看 我说爱吃甲鱼的人 一般都说我不需要 我只是喜欢吃甲鱼才来的 对 是的 这家店主要是卖甲鱼包的 店里的甲鱼 因为品种和成长环境的不同 价格差别很大 最便宜的温蓬甲鱼26元一斤 最贵的丹江甲鱼266元一斤 店里的甲鱼都是现吃现做 和甲鱼搭配的东西有很多 光看着名字你也知道 要多补有多补了 您来这儿就看自己的喜欢选择 在小乐还没有找到线索之前 导演决定先让他尝尝 这一锅甲鱼的味道怎么样 就是今天我们这一锅甲鱼 点的里面还不止于甲鱼里面放了还有这个 鸡腰 鸡肉 鲍鱼 算是比较丰富的 甲鱼本身身上的肉 它不是很多 一个是我们说吃这个爪子 第二个我们说吃这个裙边 来 我们先吃拿这个裙边 这锅还可以啊 酱香味很足 不是很辣 有点我们吃炒鸡的感觉 因为里面我们刚才也抱着有鸡肉 就是那炒鸡的料味的感觉 但是他们家这个味我倒觉得还是很重的 就是我们说用这个料味 把它本身甲鱼里面一些其他的意味 如果这块盖的还是比较好 这个裙边我觉得看厚度和大小来说 它可以 就这个甲鱼腾你去尝的时候 它可能它的味很俗 就甭管里面是涮点面条和菜的话 我觉得这个底味都是朋友的 这里的甲鱼 汤底的酱香味比较浓郁 入味比较好 没有异味 甲鱼本身的食材比较新鲜 入口爽滑Q弹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 店里的食材是按斤称重 我们店的这一锅 算下来也在240左右了 导演说的6块钱吃甲鱼 到底是啥吃饭啊 我最主要前提有时候吃包子 包子好吃 包子这是什么包子 甲鱼馅的 甲鱼还能做包子 以前不知道啊 然后就那次一吃觉得 它挺好吃的 想着是肉的 后来他说这是甲鱼馅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 甲鱼咱吃的不少 包子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这甲鱼馅的包子 我们还真是头一回见 甲鱼馅做包子你见过没有 以前没见过 就是没见过觉得比较特色嘛 馅也比较多 你看它这个汁流出来了都是 但是我感觉馅就味道不错 一般像别人说吃这个以前 肯定是不想吃 因为一想甲鱼就感觉 男的哪爱吃 女的肯定不爱吃 但是吃过肉感觉味道不错 也可以补补专的白 对啊 你年龄大了你肯定吧 你脊鱼也能好吗 还能补补其他方面的 就是里面肉特别多 第一次吃 然后我看下有 我有点了一份 几块钱一个 六块钱一个吧 你觉得贵不贵 我觉得说实话真不贵 因为里面放的是甲鱼 大家都觉得 吃甲鱼挺贵的 你把小鱼杯都多少钱了 可以放甲鱼还可以 包子三口一个 还没差那味道吃完了 你觉得这包子 颗头太小还是太大 大 但是好吃 味道好 你可以尝尝 我们刚吃的这个包子 甲鱼包子汁里面 甲鱼里面可是有 有那个我们说骨头啊 群苗 群苗 你叫个汁吧 你能吃一口 拿着吃一口 我吃过了 我们干嘛 你来 你来 我们干嘛 你吃个汁 哎 还要这次 来吃那个汁吗 还浇个汤 来 就这只吧 你尝一尝 你尝一尝 你尝尝 你尝尝 消汤的包子是灌汤包 甲鱼灌汤包 别的灌汤包 咱可能自己点一点 喝汤汁少 这个灌汤包 咱是现罐子 你知道吗 可以 我觉得这个汤还不咸 但是你要说甲鱼肉好像 不是吃老婆呀 因为这里 这里有甲鱼 是吧 满口的椒液上来 你要是奔着这里面 真给你放个群边 第一 它可以 第二 有有有 这个 就有点太贵了 这口心是蛮好吃的 没吃过甲鱼包子 先点这个包子 包子就配着在这个汤 满口全是消息蛋白 甲鱼的那个汤汁 全部被包子里吸了 这里面有 蒜 甲鱼肉 然后还有一些 干豆腐之类的 里面料非常足 你要单吃也好吃 那反正里面有甲鱼群边 加点这个汤 特别香 新奇的 不光是甲鱼馅的包子 还有食客们研究的 灌汤包的吃法 这确实很独特 包子里放了一些 剁碎的甲鱼群边 量不是很多 但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能吃到的 口感就是甲鱼内酱鱼蛋白 有 我觉得这应该是 一锅炒出的这个味 本身这个料味就有 所以说你吃甲鱼包子的话 也没有我们说 那种新鲜的感觉 它给你的里面 这个肉不是大块的 是那种我们说的 小颗粒状的 就不能说 你吃一大块一大块 这个甲鱼包子 跟我们家吃牛肉包子 那个没有 但是的确是有我们说 吃甲鱼包子的感觉 不过6块钱 我觉得也迟了 里面只要有一丁点 咱们回来 你浇上去后 它其实不咸 所以你就是后面去涮菜什么 都是可以的 整个吃鲜的味道来说 不过就更多 这属于我们说的 现场你是灌汤的 那种灌汤包 这是多少 咱根据你会多喜欢 这平常我们都说 这个甲鱼是大鱼的 其实还有一样 这是大师精酿 就是跟着我们 西洋美食主持人 搜美食打卡 就有机会获得 金星1982 好啤酒 金星酿 而且是中国酿酒 大师精酿 这里面这麦芽香味 它也很补 甲鱼包子 单买6块钱一克 买一龙的话是6个 一共32元 单看包子的价格 还可以接受 就我们今天的体验来说 这家店的味道 还是不错的 文老师说上两句大刷 个人觉得 今天吃的这甲鱼包子 还挺好吃的 不过靠的不是包子 靠的是那勺汤 所以说你要是吃包子 我觉得吃牛肉的 会更扎实一点 你要吃甲鱼 它也不可能放太多甲鱼肉吧 如果放太多了 那成本也裹不住 这不是6块了 可能是60 第二个咱们说它这个锅 我觉得这个锅来说的话 整体口味是没什么太大 你想里面放炒鸡的感觉 炒甲鱼 它不会差太多的 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里面 你要放一点什么 鸡子你也放 这牛你也放 再来几个鲍鱼 那价格就贵起来了 我觉得性价比 是能给到一个三个星 他们家这个环境来说 属于属于那种西长的店 比较嘈杂 如果碰见两个老大客人 在你旁边喝酒 基本上这个耳朵也是嗡嗡的 稍微是有点燥的那种感觉 整体来说 这家店我们给到一个三星半 喜欢吃甲鱼的 那种先炒再闷的 可以来吃一吃